女士们 先生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来到我们今天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BTV杯国际斯诺克北京邀请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都知道今天已经是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了 那么在前三天的比赛当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其实第一天是打出了三个3比0 那么第二天是打出了两个3比1 到第三个比赛日也就是昨天打出了两个3比2 我觉得从这个比分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赛是越来越激烈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观众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大饱眼福了 那么今天第四个比赛日同样要进行三场比赛 那么分别是田鹏飞和马奎尔金龙和亨德利 以及附加俊和艾伦 那么首先出场的 我们还是要请出担任第一场比赛的裁判 就是来自上海的国际级裁判 吕康明 我们掌声欢迎吕康明先生 在我们这一次邀请赛当中呢 一共是请出了四位裁判 有两位是来自上海 欢迎您吕先生 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还是很期待就是两位球手 那么第一场比赛我们都知道了 是马奎尔和田鹏飞 那么首先出场的就是田鹏飞 让我们首先先把掌声送给他 来自大林的田鹏飞是06年押运会的双打金排得主 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选手之一 而田鹏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他也以3比2战胜了对手 那么今天田鹏飞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好的 我们在欢迎田鹏飞到场之后呢 第二位要出场的就是 本届邀请赛当中的一号种子选手 马奎尔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马奎尔先生是来自英格兰的 而且现在排名是第二位 世界第二位 曾经获得过2008年中国公开赛的冠军 并且打出147的满分 被誉为未来10年斯诺克球团的统治者 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马奎尔也是发挥的非常出色 那么相信今天他们一定也会为我们 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 那么下面的时间 我们就交给裁判和球手 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他们精彩的对决 北京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在北京星光影视基地 给您现场直播 BTV杯国际斯诺克北京邀请赛 第四天的赛事 在今天同样是进行三场小组赛 这是最后的三场小组赛 在下午所进行的第一场比赛 这是B小组的第五场比赛 由苏格兰选手斯蒂芬马奎尔来迎战中国选手 天鹏飞 分场比赛继续是由职业斯诺克球手朱海涛 和我江文川共同为大家解说评论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场五局三胜制的小组赛 第一局首先是马奎尔来开球 天鹏飞目前的形势应该说也是比较严峻 他是前两场一胜一负 昨天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重新把出现的机会拿在了自己手里 天鹏飞在第一轮 他是1比3输给了傅家俊先赢一局是连输三局 应该说就是输在了经验上 昨天3比2战胜了马克埃伦两次落后 两次追平 并且打出单杆89分 而在决胜局他是54比2来取胜 拿下了一场非常关键的胜利 应该说随着比赛的进程 天鹏飞也在逐步的调整出自己最好的手感 是马奎尔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 在本届BTVB国际斯诺克北京要请赛当中 状态最好的一位选手 世界排名是高居第二 此前是两战两胜 3比0赢富家俊 3比1战胜了马克埃伦 目前应该说是出现在了 这个力度很关键 躲到绿球的后面 好球 右边这两颗红球肯定是看不到 看看左边这颗红球 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颗球看来是能看到 看看木球 应该说运行还可以 对 没有给天鹏飞留下太好的机会 对 赛前我也跟天鹏飞聊聊天 对这两天比赛 他自己感觉不是很满意 他说主要是最近一段时间 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对抗 也确实打的比较少 是 自己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 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对 必定在0708赛季 从职业斯诺克巡回赛降低下来之后 上个赛季0809赛季 他也没有去英国参加 庞宁斯国际公开系列赛 所以说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参加过这种高水平的国际大赛 对他的状态肯定有影响 马贵尔呢 也是采用一库 把母球贴到红球堆里面 两位选手 此前是从来没有交过手 一场遭遇战 今天小赌赛最后一天三场比赛 其中B组是两场 而A组是最后一场 目前来看形势还不是特别的明朗 在A组方面 昨天梁文博是率先获得了A组的第一 尽管他是输给了金龙 卡特是率先出局了 另外一张半决赛的入场券将在今天晚上第一场比赛 亨得利和金龙之间的胜者来产生 而B组的两张入场券 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的来锁定 对应该说今天最后一天的小赌赛三场比赛 常常都很关键 本意是想躲开咖啡球 先撞到库边 把红球弹到下半台 他给了一个很强的右侧旋转弧线 转得有一点点大 所以先碰到了咖啡球 天梁文博在看中弹有没有机会 看来母球左侧的红球还没有挡到他击打右边中弹红球的线路 对 这样打完五分球可以下去来较底库附近的这颗红球 六分球要稍稍发一点点力 七分球 应该说田梁飞又率先获得了进攻的机会 应该说这几天田梁飞的比赛大部分都是自己先获得进攻的机会 对 但是在把握上稍稍有一点点欠缺 看看今天田梁飞能不能看看力量 从赛前和田梁飞的接触来看 今天应该说他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 对 毕竟面对的马奎尔世界排名高居地儿实力确实强于自己 今天就是抱着一个拼对手的姿态 而且通过两天的比赛自己也得到了锻炼 田梁飞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手 是 自己调整还是比较快的 他稍稍厚了一点点 也是一个连打带跑 田梁飞 这一杆只拿了11分加上对手4分的罚分 15比0 马奎尔在第一轮3比0赢富家俊的比赛 分别打数单杆67 71 69 就每局都是50加 对 对艾伦的比赛3比1取胜也是打数两杆50加 73分和64分 确实状态非常的好 对应该说这两天的小组赛 马奎尔形成了一个夺冠很大的热门 没错 确实状态非常好 应该说目前他是夺冠呼声最高的一位选手了 田梁飞再看一看粉球下方的第二颗 三颗连在一起 左下角那一颗 看看有没有机会 就是这颗 好球 空心入带 应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 田梁飞整个的心态和手感 我觉得比昨天要好 比昨天松弛了很多 昨天尽管赢了艾伦3比2 但是打的是比较紧 应该田梁飞还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 昨天比赛打完了 我提的 s 感谢观看